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我跟你講 有些我們台灣的名產好吃的東西 到了國外都變了一個樣 對啊 聽說這個珍珠奶茶在英國大賣 可是喝起來好像還是有差一點水準 對…聽說那個珍珠咬完了以後 是這樣嗎 對… 還沒講完 我在加拿大吃過蚵仔煎 那時候太想念家鄉的味道 吃蚵仔煎 它那個蚵仔煎裹的全部都是太白粉 吃兩顆就飽了 對啊 這個是我們出國去看到的狀況 對不對 今天就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我們國家好吃的東西 一到別的地方就不一樣了 喔 有的好的 有的壞的 是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請到了 一出國呢 就受到萬人擁帶 超人氣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對啊 因為第一個同秀娟 歡迎 我們再嫌棄他們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來到台灣 他們就是不願意走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帶來我們泰國來的明明 台灣人愛博來品 出國就愛大嫂貨 連當地人都看傻眼 就算沒出國也瘋狂找帶狗 而近期各國有哪些必買的熱門小物 今天就跟著行男一起看個狗 有些東西我們剛剛講的 傳到國外之後反而變得更好更棒 對啊也是有這樣的例子的 日本的壽司 對對對很厲害對不對 因為在日本境內壽司是很無聊的 可是傳到國外之後就變很多花樣 對啊 對 你們知道那個加州捲嗎 當然 卡羅福尼亞肉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聽清楚 您再講一遍 卡羅福尼亞肉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 我跟那個杜莉 還有那個少俠 在美國吃的這個東西 我真的從來現在到現在沒有吃過 我真的發現很好吃 然後後來我跟Fabio去澳洲 然後就是去澳洲的一個氣酒屋 看起來就是還好 它是他們的那個捲 看起來 真的很好吃 真的可以吃吃看 那很多東西 像那個加州捲跟那個Spicy tuna那些 都是美國人做的嗎 對還有一個是台灣的一個發明的 也是就是 不是 有這種東西 有台灣捲 沒有就是台灣 我們像那個日本的那個歐壽司 對不對 歐壽司 這是台灣的你們也發明的一個東西 花壽司捲嗎 花壽司 什麼 你們也沒有花壽司 綜合的那種是不是 其實日本也有 但是你們就是 裡面的有些東西是用台灣的東西 我覺得滿好吃的 對 有有有 裡面會有那個類似菜脯還是 對 菜脯 比較台式的 對 台式的 對台式的 其實韓國也有那個捲不是嗎 那個捲是從日本去的嗎 一般是我們發明的 不是我們就是日本的 喔 喔 不一樣 所以只是剛好 用海苔包飯裡面加料這樣 那明明韓國發明 那剛剛夢多講一大堆幹什麼 不一樣的東西啦 沒有意義嘛 喔 但是壽司他們叫做Kimba不一樣 對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是 對 什麼捲 就 我們一起來看看 California Roll 就是我們檯面上的這個啦 對 這是什麼肉 加勒服嗎 California Roll 顏色很多的肉 裡面有什麼特色嗎 跟你們傳統的壽司 因為基本上 那個他們的加肉捲是 最重要的是裡面有 肉裡 肉裡 對 肉脊肉裡 肉裡 我們日本人不會想到 壽司裡面那個 加肉裡 對 然後還有小黃瓜 還有 Tuna Tuna 這都不會在日本傳統壽司裡面 不會之前 Tuna會吧 Tuna就是說 沒有耶 基本上就是傳統的不會 就是後面一點的時候 就是Tuna 再放在那個壽司裡面 而且日本人吃壽司 是不是那個 像我們都會 芥末放在醬油裡面 喔 不行喔 為什麼 就是 像這一種的 GEN壽司還好 如果芥末的話 就是芥末一定要 所以這個是 對 那這個是 花壽司 花壽司 這是日文的 台式的 這個是叫做 但是這是台式的 花 花 花壽司 花壽司裡面發明的這個名字 那我們基本上 這個叫做 也是 所以今天推薦這兩家 大家吃吃看 這個很豐富耶 而且這個剛剛那個 我們執行阿喜說 吃的時候 外面那個塑膠袋要拿掉 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這個顏色 在美國有些地方把它叫做 夢露卷 你知道嗎 夢露 對 因為它的顏色是白色 然後這裡面粉紅色的那個 這個佐料 還有那個酪梨顏色 很像那個馬力聯盟露的形象 所以叫夢露卷 哇 他們還想像力很豐富耶 而且有些地方是 裡面是有鮭魚 還有美乃滋 還有酪梨 好好吃喔 這個還不錯吃啊 感覺很爽口 不會像說一般的壽司 那吃起來好像乾乾的 對 而且它跟 肉梨 融化之後那個 滑滑的口感 你手斷掉 為什麼手指還會動 我是大拇指的這樣 好好吃喔 真的 所以就是一開始 我們在日本人去國外的時候 覺得一定不好吃 結果吃起來 好好吃 又不一樣 日本跟不一樣的東西 很爽口 而且有點甜甜的味道 可是 比較不敢吃生魚那麼多 所以它這個感覺 可是你們日本怎麼肯承認 外面做的壽司比你們好吃 因為我 以我們來的話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是壽司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關你的事 所以不關你的事 不管我的事 這是一個很好吃的 卡拉盤肉 那花壽司呢 大家要不要試試看 用手拿 那個塑膠袋不要拿掉 要拿掉 這個很符合就是台灣人的精神 就是什麼東西都把它包在裡面 吃粗肉這樣 對啊 原來花壽司是台灣人發明的 這個是台灣人發明的 就是剛剛講的 叫做Markiz是日本本來就有 但是裡面你看喔 主要的是肉送在裡面 花壽司它是不是很像飯糰把它切片 那現在 現在在日本點得到這兩個嗎 在日本的話就是 像裡面是 因為這個是台式的 裡面有那個肉鬆 如果沒有肉鬆的話 有 一定會有 但是肉鬆的話 只有在台灣吃得到 你今天介紹這兩道都很好吃 好吃好吃 謝謝夢多 謝謝 接下來是賀少霞 他為我們介紹 德國的豬腳 還有德國的香腸 不是 我現在要介紹的一個 沒有人會以為是德國的東西 那是什麼 漢堡 漢堡 那不是美國是嗎 不是漢堡 漢堡是 你幹嘛要搶賈斯汀的工作咧 對啊 他等一下會介紹更好的東西 我不相信 希望是更好的 漢堡來自 就是我們漢堡是一個城市 對 據說是以前 德國人移民到美國 就是在船上也吃那些 在德國的漢堡 那時候是肉排放在麵包裡面 那到了美國之後 美國人就是稍微改裝 所以你現在是在講真的還在唬爛 那真的 真的 所以 而且是漢堡 住在漢堡的居民 帶著漢堡牌去美國 就像是 我們不是偷的啦 真相大了一個白 你不能幹嘛叫漢堡咧 所以漢堡牌 還是整個漢堡 其實德國的漢堡不太一樣 所以美國人改的就是把那個 拿碎肉嘛 然後還有放一些沙拉 番茄 番茄醬 所以我覺得其實美國 這個比較 好吃一點 可是比較難挑 我舉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去年去那個加州嘛 那我想說 那個加州有很多不同的 和有名的漢堡店 我們就 路上餓了 經過一家 Tommy's 我們就去Tommy's 這個名字我們Google一下 好像很有名 而且他賣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一個 夢多很想吃漢堡 那我超級愛 摩西哥料理 摩西哥肉醬 就是我非常愛的東西 我覺得 Tommy's 就這家 進去了 我就點了 然後覺得 他看起來 大家看一下那個照片 我看起來 墨西哥醬很多 看起來很棒 很juicy 我不知道 也許對你來講 我看了就覺得 他 不整齊啦 不整齊 不整齊 我覺得這個肉醬 應該要在熱狗上面耶 一定要弄得像雙B轎車 那麼整齊嗎 乾乾淨淨的 結果我們咬下去 真的難吃死的 沒有一個人吃完這個東西 他的麵包看起來 是不怎麼樣 真的 他那個麵包很軟 那個肉醬 完全不辣 它完全沒有辣 它是油油的 然後完全沒有這種番茄 跟微辣的完全沒有 因為就是 因為他的醬 那個水分太多嘛 所以就是它的麵包吸它的水分 所以吃起來很軟 所以就很軟 這個是墨西哥 那我們來問一下 來自美國不怎麼樣的賈斯汀 為什麼這個漢堡會這樣 你說這個是墨西哥對不對 你說這個是墨西哥 墨西哥肉醬 墨西哥肉醬漢堡 蛤 我知道台灣吃摩西哥肉醬漢堡 我覺得超級好吃 所以今天介紹的 不是美國的 是在台灣的 喔 對 所以你覺得台灣做的這個漢堡 比美國的好吃 好吃一百倍 真的喔 所以真的好吃 喔那賈斯蒂你吃吃看 對 是美國人可以吃 來來來請試吃 看起來就很豐富耶 這個摩西哥肉醬 真的是那種摩西哥的味道 喔真的喔 這個吃得還不錯 說實話是蠻好吃 但是我們那邊 其實我們美國人 我覺得在 特別是在我們家那邊 很少出門 為了吃漢堡 我們會自己在外面烤那個東西 自己特製個漢堡牌就對了 對 可是 如果對韓國人來講 太厚了 所以要多一點菜的感覺 在美國 你漢堡裡面 菜比肉多 你就是 這什麼標準 你會被罵死吧 真的喔 喔不可以這樣就對了 對 配的羅來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這個肉是真正的肉 跟那種麥當勞 好像塑膠的那個 茶餅 你看 真敢講 很敢講 很敢講 其實我今天要幫台灣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比較 比較有 會用一些香味 像德國的東西都很無聊 就是肉跟麵包 沒有任何的香料 對 所以德國的東西都很無聊 沒錯 你終於承認了 就跟你的人一樣 你終於承認了 二少爺 你長大了 耶 二少爺長大了 耶 我覺得台灣的漢堡比較好吃 是因為他真的講了調味料 加了比較 調... 比較豐豐的味道 調味料 調味料 烹調的方面 加了很多功夫 怎麼吃一吃香櫻跑出來 這個 漢堡是給我吃嘛對不對 給你吃啊 這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啊 哦 一樣的 哦 那我這整個我自己一個人吃 沒有問題 台灣好吃漢堡很多 很多 好不好 大家要好好去找 好的 今天謝謝賀少爺 謝謝少爺 我們來看下一道是什麼 歡迎金敏哉啦 你要來給我們介紹的是 島坡 我在嗎 在啦 在很遠的地方 我怕島坡 島坡開始不喜歡韓國人 因為我們贏錯了嘛 你不要怕 是真的 對 而且你剛剛講這一段 你完全沒有特寫 只有狼的 好 那今天介紹給你們是 其實我們韓國人最有名的 炸雞嘛 好 謝謝 謝謝 拿去給導播吃了 還沒講完 對 炸雞 那這個呢 這個是 對我們來說 本來原本的那個 炸雞 國外的炸雞 是 然後這個是我們韓國發明的 韓式炸雞 那你覺得 是不是覺得國外的 美國來的炸雞 比較不好吃 YES 對 沒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 因為沒有海苔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只是炸雞而已 不是 因為韓國人愛炸雞 都喜歡吃那個涼涼 對 比較喜歡鹹鹹的 或者是辣辣的 對 有點甜甜的 對 比較重口味 可是這個就沒有什麼口味 韓國就這樣啊 所以我們也是那時候 一直改良 一直改良新的口味 雖然他失敗 可是真的他 他試過什麼 假醬口味啊什麼的 假醬口味 對 可是他失敗了 就不重要 而且我看韓劇就是他們 哪裡是 哪裡講的 那等重三 他們吃炸雞一定要配蘿蔔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會 因為會血膩 對啊 因為他就很重 那為什麼要把它做噴膩 你問他啊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醬油口味 醬油 醬油 這個醬油很特別 醬油口味 不是 你們 之前就很鹹耶 你們就是 普通的那個醬油 味噌拉麵 醬油拉麵 這個不是日本的東西 幹嘛模仿我們的東西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 醬油是我們日本發明的 可是這個醬油跟你們醬油不一樣 你看 醬油是我們發明的 然後炸雞是甜大雞發明的 你們就是兩個都拿出來 就說自己啊 是啊 倡議 倡議 You know 創意 創意 其實它沒有很重的醬油味 對 所以不會那麼膩 有一點辣辣的 有一點辣辣的 就這樣嗎 很像那隻拔絲地瓜的感覺 它的那個外皮 拔絲地瓜 而且我最厲害的是說 我們現在吃的是冷的 對 可是它皮依然脆 對 可是老師說我覺得 這真的不能說是韓國的發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國以前的甜酸肉 Swin Sour Pork 就是這樣做法 就是把肉炸好 就是把它沾一點醬汁 擴在一起 糖素排骨 對 但是糖素排骨 是番茄醬做的啊 不是嗎 裡面會有番茄醬 Swin Sour 對 因為我們也試過炸醬 可是不好 對啊 沒有吃過 超方便 超方便 你們韓國有把炸雞發揚光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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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要哪一個國家咧 對 其實有一些美食啊 到了台灣來以後 其實也不一樣了 對不對 對 那個明明呢 明明覺得咧 你說台灣的口味改良過了是不是 對不對 是 就這個啊 月亮蝦餅 對 你知道嗎 你們去泰國餐廳點菜的時候 有這一道嗎 很少 其實我們泰國人很少會吃 會特別去餐廳吃 然後 其實在餐廳也不太會有這個東西 搞半天 對 那還有其他的料理嗎 其他什麼 打泡豬那些 那個什麼 打泡豬 什麼綠咖哩雞啊 那些是嗎 那些是 但是打泡豬在泰國很便宜耶 你可以 就一大盤打泡豬 大概沒有超過50台幣 50塊塊 什麼便宜啊 在這裡我就 呃 這麼對 隨便耶 你要兩三百塊 要 對啊 贏到 那個送羊貢什麼的 是不是打泡豬肉 其實在泰國比較像我們台灣的滷肉飯的感覺 那個是比較便宜 比較傳統的東西 平價美食 平價美食 對 就是 對 就可以每天 哇塞 真相大的一個白耶 原來月亮蝦餅是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對 他還弄成月亮耶 他還不弄太陽蝦餅耶 你幼稚囉 月謝 謝謝 謝謝 原來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傳來台灣變得更好的 有 我覺得像美式的披薩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 因為美西美東我都住過 所以像紐約那邊的披薩 跟加州我都吃過 我覺得美國的披薩他們重要 他們喜歡原味 比如說那個椰子 比較義式的感覺 那個義式的臘腸 然後起司要非常多 然後最好是很大片這樣子 然後吃的時候一定要牽絲 所以我吃慣了這種披薩 到台灣來以後 那有一次那時候 我跟我老婆還沒結婚 他點了那個必勝客的披薩 然後就 他在點的時候就問我要 什麼樣的口味 我說就 就點那個美式的啊 就是有披薩 就他說好 那他點一個特別的 然後送來的時候 我打開一看 是 日式章魚燒 就是很特別 然後他也有 他後來還可以點一半嘛 一半是日式章魚燒 另外一半是什麼 法式白醬 但是我剛剛講那些 在美國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口味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不好吃啊 不會啊 不好吃啊 Sasha 哪裡不好吃 而且我覺得為什麼 披薩上要放那個美乃滋 真的好奇怪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兩個手機在嗎 接一下Pisa他的電話吧 我跟你講 如果你把台灣的披薩 拿到美國去 你會被打 那後來知道你是台灣 那怎麼樣啊 對啊 你真的沒辦法入境隨時 你回去美國啊 你回去日本 你回去日本耶 對 我沒有抱怨的 台灣很棒啊 聽起來好像是美國人 比較不容易接受東南亞的東西 是 但是我今天要講一個 這個東西 推薦一個這樣的 我超愛的 對 用在美國超紅 這個我也很喜歡 你哪裡買到那麼小尺寸的啊 對 他們特別去買 因為它有大的尺寸 這個公雞排Siracha 超好吃 我們在美國當時是放在那個 越南河 對 河 對 河上面的 然後慢慢我發現這幾年呢 他們連美國的太空人 把他帶到太空站去 然後他們會把它放在Pisa上面 把它放在熱狗上面 把這個標誌放在他們T-shirt上面 就代表說非常好 然後一開始我以為這是 這是東南亞國家的 比如說中國大陸 或是越南或泰國的 不是嗎 可是我仔細看 這是在美國自己生產的 所以美國人生產的東南亞產品 他是一個越南華僑住在美國 他住在美國以後 他就憑他自己的記憶 他以前的家人 所做的這個Siracha醬的樣子 然後做了出來 就沒想到大受歡迎 我們覺得就是泰國的辣椒醬啊 對不對 應該是泰國的 因為你知道Siracha是什麼 從哪裡來嗎 是泰國的一個地方 小城市 小城市 地名 這個是越南人 對 他做然後是在美國 對 生產 生產 好奇怪耶 因為Mondo也說他是日本做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泰國的 對 對 很好啊 這樣我們懂了 這樣懂了 泰國很好有什麼意見嗎 我沒有什麼意見啊 很好啊 沒關係 講他這一點嘛 很好啊 哥 我25年在西班牙 我吃過最好的辣椒是在台灣 你們在台灣會把我們的東西進化 就是像你們的那個 竹血膏 也是我們西班牙人發明的 真的假的 竹血 怎麼可能 從小在西班牙有那個 雪腸 那個 Black Poutine 不是 香腸 可是英國也有 類似豬血膏 那個韓國也有血腸啊 對啊 有 真的不好說 要承認台灣人的那個在地話 是很厲害 因為我是也覺得西班牙的雪腸 很難吃 但是我到台灣的夜市 吃到那個 加花生粉的那個豬血膏 真的很好吃 那你覺得如果豬血膏 像台灣這種的到西班牙去賣 會不會受歡迎 應該不會 他們吃怪他們的口味了啦 經過的早餐也有這個啊 那是什麼 血腸啊 他們是糯米然後加動物的血去做 對啊 就是血腸啊 吃起來什麼味道 吃起來就是很乾的豬血膏 然後很乾乾的豬血膏 了解 我覺得是乾一點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那個義大利的義大利麵 我覺得它到日本變很好吃耶 日本的東西就是基本上那個 美國菜 意大利菜 就是那個台灣菜 就是變得都蠻好吃的 台灣菜還好 對 台灣菜還好 但是就是中國菜也很好吃啊 中華料理 對 然後那個 美國菜 比如說漢堡什麼的 就是不會吃給美國 真的很好吃啊 一 真的 可是你們 你白 你是白吃白喝還 那君明在你賣的那個雞蛋糕呢 對 雖然我做的雞蛋糕 可是那個就是真的好吃 因為 對 自己講 對 我當然從韓國帶過的嘛 韓國鎮筒的口味 可是來這邊當然改良過 為什麼你說那都是韓國鎮筒的口味 可是我們去韓國街上都沒看過耶 對啊 很多人說沒看過 或者是很多人說 那個吃韓國的之後 大家都說 在韓國賣的比較不好吃 我賣的比較好吃 所以正統的雞蛋糕 就真的有一些客人 他說 有一個從台北來的客人 他每一年都去韓國玩 可是他說他不要去韓國 來台中找我就好 所以你現在是趁機在拉廣告 對嘛 所以正統的雞蛋糕是什麼 是像我們一般印象中 小時候吃的那種雞蛋糕 對 是那樣的 對 然後裡面包一顆蛋 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當然那個麵糊啊 或者是裡面加東西有一點韓國沒有的 比如說韓國沒有加起司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起司 台灣人很喜歡吃起司 對 所以加起司 或者是加那個胡椒粉之類的 所以說得簡單一點 就是說一個韓國人 就是感覺是一點點騙台灣人 說從韓國來 但是就是賣的是在韓國沒有的賣的東西 在台灣賣 改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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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人都這樣做啊 菁敏在你下次可不可以再吃蛋糕給我們吃啊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們給我通告多一遍就好 那沒關係我們去台中吃好了 他不只得罪導播了 他得罪所有人 有些像我們那個珍珠奶茶 誰沒吃過珍珠奶茶 對 可是到了英國好像一杯賣很貴耶 第二塊我女兒去英國的時候 就想要喝一下 就是六塊到八塊英鎑 所以加起來應該有兩百多兩三百塊 一杯兩三百塊 對 英國有那個日出茶汰 真的喔 對 然後一杯要八塊 八塊英鎑 很恐怖 然後像台灣我們 我很喜歡吃台灣的那個 你家那邊通話街 那個掛包 很有名 很有名 對 然後那個掛包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你知道嗎 後來前陣子 我就看到我朋友傳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有台灣人在英國開掛包店 每天大排長龍 然後生意超級好的 這家叫包啊 對 然後他除了賣掛包 這包大哥開的是不是 不是 掛包的包 他是台灣的年輕人開的喔 他是台灣的年輕人開的 真的喔 對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小孩 好酷喔 然後他也是就是 真的你的面好廣 沒有 他會改良很多種口味的掛包 不是只是傳統的乳味而已 他可能會改變很多的口味 然後他裡面還有賣台灣的一些小吃 比如說麵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每天喔 每一年 都大排長龍 他已經開了三四年了 然後而且他會有一個套餐 台灣啤酒耶 對 就是掛包加那個 台灣啤酒 好酷喔 就是一個set這樣子 讓台灣人跟外國人都可以享受到那個 台灣的美食 台灣之光耶 真的是台灣之光 所以講真的 你就說英國真的接受度比較高 對 很多食物在英國都還滿受歡迎 是 因為英國自己的食物太難吃了 對 真的 真的 你看我們台灣掛包一個賣多少錢 65吧 65塊吧 他這個應該要一兩百 650 不止 什麼650 不止 你光看那個珍珠奶茶就要6塊英鎊 對啊 帥 台灣之光 我有這個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吃的 應該每個人都知道耶 這在泰國很便宜嗎 很便宜 我們這些小老闆跟魷魚片這些都很普通 喔 那魷魚片真的真的 小朋友去買就是比較很普通很便宜 喔 零食 然後到台灣以後就在這裡賣價格大概兩三倍 對 可是我們現在去泰國如果去買的話 是不是因為賣給觀光客價錢也會比較高 沒有沒有 不可以 因為是法律 喔 喔 對 因為他們都是大公司 所以會 現在會看到很多台灣人去泰國 去那個大的百貨公司 大賣場 然後有多少就搬多少 全部掃光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去都是掃台 真的很愛吃耶 有時候我想去買吃 其實我們泰國人沒有那麼愛吃 沒有常常 沒有像你們這麼愛吃 真的喔 我要去買吃一包兩包都沒了 那小老闆這個牌子在泰國是有名的牌子嗎 有名啦 還拍成電影 對 是 小老闆 所以我們電影看得到小老闆本人喔 不是 他把他傳奇的故事拍成那個傳記的電影 這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日本的海苔 就只能拿來包壽司 但是不好吃 對啊 無聊 拿起來太油 對 台灣又太乾 對 好好吃喔 對啊 很順口啊 沒有 這我第一次吃到很厚 所以你現在手上吃拿那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 超下酒的 真的 我們怎麼沒有一個set啊 對啊 真的不錯 所以兩三倍的價錢在泰國買 你們吃了海苔覺得怎麼樣 其實很好吃耶 因為那個它其實比日本的比較厚一點 而且它的上面的香料蠻香的 而且跟海苔不會打起來 因為就是那個海苔的本身味就是已經夠強 那就是如果有些那個香料如果不適合的話不好吃 但是它不會覺得很好吃 不會吃 小姐很順口啦 是不是比韓國的好吃嗎 其實韓國人幾乎都喜歡吃海苔 所以蠻多人會接受 可是 我 不要講這麼壞話 對 那不要講好了 為什麼韓國的海苔都要這麼油啊 這麼油嗎 因為我們放香油 香油 比較香 對 比較沒有那個海鮮的味道 那你們吃的慣這個啊 我蠻喜歡吃這個 蠻好吃的 OK 其實真的很好吃 它還是有炸過 可是它一點都不油耶 對 好吃耶 了解 那德國呢 德國有什麼東西 我是覺得一個很奇怪的點 台灣人好像很愛在國外的東西炸錢 但是 其實那些東西台灣命名就有 你根本不需要買國外 比方說 這個東西 我的好唯一喔 我最愛的白鱗油 看到就抓狂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學同學 第一次給我看這個東西 我說 德國的 你怎麼有這個 他說 哇這個很好耶 你看到一定要買 我說多少錢 這個好像 多少 四百塊 不便宜 這樣就四百塊 四百塊 我覺得 四百塊 你看這個名字上面寫什麼 如果你們仔細看 中國油 上面就寫什麼 那我想說這個東西跟綠油精有什麼差別 不是啊 這可 這不是德國的牌子嗎 是 對 是德國的牌子 可是你們明明就在台灣賣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牌子不一樣而已啊 那你知道這個在德國 內容物有差不多的 這個在德國賣一百五十塊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那台灣三倍的價錢 我覺得很離譜 因為你們在當地就買得到台灣的牌子 台灣的牌子 沒有 以前沒有的 以前這個白鱗油是那個便利商店 或者是那個 沒有沒有 我說對白鱗油 可是綠油精或是台灣其他的牌子 你知道它有另外一點是怎樣 它可以吃 那其他的都不能吃喔 不能吃 綠油精你吃看看 這個你真的會吃喔 我真的會吃 可是德國人不會欸 我喉嚨在痛的時候我會點到喉嚨裡面 超舒服的 他們可以治牙痛 可以治什麼喉嚨痛 可以治肚子痛 都可以治這樣 你們德國人自己用嗎 會啊 但是就是我們比方說感冒 我們會滴在那個水裡面 熱水裡面 然後呼吸這樣子 喔 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們 這個在德國是一個很普通的東西 可是你剛剛說它是 名字叫中國油 為什麼叫China Oil 上面這個瓶子上面寫 對啊 你們要仔細看嗎 它是不同的牌子啊 是不是 是 那為什麼寫China Oil呢 我有一點懷疑 是不是 這個本來就不是 德國 德國的東西嘛 可能是台灣或是中國的東西 喔 然後掛上德國的東西 在德國有賣 可是在德國也賣很便宜 你們覺得喔 我應該要買德國的 可是你們其實在這邊 就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平時講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 真的假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德國的成分 中國 台灣 一定百分之百都有 我一直也覺得它是德國之光 一樣的東西 你怎麼會把它講成這樣 國家不一樣而已 但是成分都一模一樣 上下 我就覺得奇怪 你們真的好難配錢耶 他可能要先接一下必勝客的 他好多位都要來電喔 對 在韓國其實 我們像英國一樣 我們 沒有奶茶 所以那個有一個品牌 供那個品牌 英國有奶茶吧 英國 他說韓國沒有奶茶 韓國沒有 所以 同一個一樣的品牌來韓國 開到韓國去了 對 你們可以看價錢 在韓國賣得五千四百塊 那是多少錢 台幣一百五多 一百五十 完全 在台灣 他可以買兩杯三杯 三十塊 三十塊 三十塊而已 可是在韓國一百五十塊 超貴的 對啊 因為他要禁原料啊 而且我們要賺你們錢啊 對啊 所以我們 韓國人來台灣的話 我們 都會買這個 當 可是沒有珍珠啊 可是我們也沒有奶茶 對我們來說 奶茶是有一點高級的東西 這個真的賣到飯店喔 這個牌子 所以這個 很 很喜歡當那個 所以我 我弟弟三個禮拜回去韓國了 他買了這罐 他怎麼沒有帶你回去 這個不是日本的 這個 台灣 台灣發明的啊 台灣茶喔 對 三月發明的 這是台灣茶喔 這個是玫瑰 玫瑰奶茶 玫瑰 這是新口味的 這個超紅的耶 這是新的超紅的 對啊 我上次看你在那個 網路上面炫富之後 很多人都買不到啊 對對對 所以我 我弟弟也是回去的時候 好像買十幾瓶耶 買很多帶回去喔 對對對 因為韓國沒有這個口味 而且這個 這個飲料 在韓國很紅現在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大家可以喝看看 等一下 這個在泰國現在也很紅耶 很流行 我剛剛我弟弟來找我 就 就是 跟 跟一團朋友 然後就分 每一個人去每一家 然後就 買 都買 回去 因為我弟弟在 在工作的地方都說 你要買 這樣子 買這個回去啊 你怎麼知道這個 就在網路的時候 就很有名喔 現在知道喔 這個 其實我們叫這個是 化妝品飲料 化妝品 對看起來化妝品啊 化妝品 化妝品的飲料 所以有一些 就越喝越漂亮的意思嗎 對 會不會我們一直講 你們都買這個 觀眾一直在笑我們 對 可是我們不知道 我想知道說這一瓶賣多少錢 對啊 因為我沒有買過 你說台幣喔 對啊 我沒有在台灣買過 28塊 真的假的 對 30塊左右 這麼便宜 在韓國 60 70 60 78 所以我們可以帶這個 去韓國賣喔 對啊 可以啊 這個小泡芙也紅到韓國去 為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 網路上有一篇新聞是 現在在韓國只要掛上 食物是 Mail in Taiwan 他們就會瘋狂的想要去搶購 真的嗎 真的啊 還有這個小泡芙他們為了 真的嗎 其實你們默默的在愛著我們 你們為什麼不講 他還做了一個很高級的包裝 但是內容物就是這個小泡芙 改包裝了 真的耶 對 他現在有這麼多口味喔 我想吃吃看檸檬的耶 檸檬的在這邊 對 檸檬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還有雞蛋 雞蛋布丁口味 檸檬的好吃 檸檬沒有吃過耶 檸檬好吃喔 對啊 檸檬好好吃喔 好醉耶 對啊 我有真的有點嚇到 真的好吃耶 很好吃喔 這便利商店有檸檬的嗎 我沒看過耶 大賣場才會有 好的 便利商店就是巧克力跟牛奶 比較多 所以現在吃到了 雞蛋布丁的好濃喔 濃厚 這個也好吃嗎 真的耶 哇 好好吃 檸檬很好吃 檸檬的超好吃的耶 我女兒好喜歡吃小泡芙喔 好喝 了解 所以去韓國可以帶很多東西去啦 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啦 夢多那日本有什麼好聊的嗎 最近 因為就是到去年那個 吹風機啊 還有什麼的 有些都 有咱們要的東西對不對 對 那是去年的 去年是什麼 很奇怪 因為我這一次那個 回日本外親的時候 GINO還特別打電話給我 嘿嘿 他叫我賣牙膏耶 台灣不是已經有黑人牙膏性點 對啊 那你就掛他電話啊 沒有 他說就是 這個牙膏 對我們日本人的話 這個就是 大家都會買的 到藥妝店 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人就是很愛買這個東西 我們也對日本人的話 隨便就有了 但是他覺得 沒有我發現 這就是你們日本人的陰謀 你們日本人定期會炒作一些 可能在本國賣不出去的 然後就把這消息放來台灣 包裝包很漂亮 然後台灣人去日本的時候 就會狂買這一些 不是喔 然後他們就在背後說 不是喔 我們那麼好 我們那麼好 這有什麼特色嗎 他說 這個是牙齒變很白 喔 是哪一管牙膏 刷起來會變很黑 你摸你皮膚上會不會變白 那還有問題是 他上面學就是那個 上面是日文你看得懂嗎 寫香吧 我沒講看得懂 所以日本人有在用這牌子嗎 有有 還是會有 可是這個台灣也有賣啊 對啊 現在也有賣啊 但是就是他也 GINO也是啊 就是在那裡有問題啊 可是是不是比較貴呢 台灣賣 對啦 但是問題是他拜託還是我 就是我少個時間買東西回來 OK 這個覺得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是這個 牙膏好用齁 我上個月會出 然後 這一次那個烏魚貝 要拜託我 烏魚貝 買那個 他也是有問題的 真的 有問題 香菜口味 香 香草口味 香草口味 日本人吃香菜 你看 我為了他去便利商店 還排隊 買這個 一包 你看他去日本那麼多趟回來 都沒有帶過東西給我們 你下次幫我買日本的魷魚區 會 我也會 我去日本你們找到我就會幫你們買 所以你都不接電話 對 沒錯 OK 所以這個 香菜口味啦 他剛剛講 日本很多這種限定版的洋芋片 對 現在就是這個 兩個一位 還有就是那個 地方限定像九州限定 那名台之味啊 什麼都有 對啊 然後還有 這個賣片也是 比較紅的是這個賣片 他不是有一個 之前是紅色包裝 對 我是買紅色包裝的 有什麼特別 他是他的 我到底請你來幹嘛 沒有 重點是那個 因為台灣沒有買 台灣買不到 台灣買不到 這個一樣的啦 其實一樣的 這個特色是不一樣 他是 那個熱量比較低 水龜補片是不是 所以女孩子喜歡啦 非常好吃這個 如果有什麼 你覺得你真的有什麼 還是要有什麼